打開之後的話呢,我們在這個題目裡 在這一題 它的最後面會有一個那個 綜合練習第二題 它裡面總共一 建立 那個什麼範圍名稱 他會跟你講說有這麼多名稱 二要 做什麼事情 三 就是 二的話是分配股數 現金盈餘稅率表什麼一堆 其實呢,你就把檔案打開來 那那個題目的話在這裡 打開來之後的話 那 可以看到 其實它主要就是要我們完成 D欄 到H欄的 這些做法 那對應的部分的話 其實就是這個題目檔裡面剛剛有顯示出來的 就在這裡 其實第二的話 就是D DEF 就是以後啦,一直推 DEFGH 然後再把它欄寬自動調整 大概就是這些動作 可是你會發現呢 這些光看到這些意思 你就頭暈了 如果說你用定義名稱的話 其實有些時候工作就相對的簡單 而且名稱是有意義的 首先的話呢 我們在做這個之前 因為呢,題目裡面是有要求 就是說 第一個 定義名稱 所以我剛剛提到 這一題打開之後 先確定一個 一個部分 名稱管理員裡面 OK 在哪裡呢 公式 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把這個打開之後 你先確定裡面是不是空白了 如果不是 請你把它 選取之後按刪除 我要先把它刪除 因為它本來 題目裡面是已經幫你做了一些東西了 但是問題 嗯 我是 之前有同學 哪些要加 哪些不要加 那 你就搞不清楚 所以乾脆 重新刪除 重新再來過 那我們重新定義 那它定義哪一些 根據題目 它要我們做的 1 就是把 這個 就是 CE的儲存格裡面 把它定義成 叫 總發行股數 那定義名稱 有很多種方法 第一個方法 就是優标放這邊 請你在這個 叫什麼呢 名稱視窗 裡面呢 輸入名稱 比如說你把總發行股數 複製貼過來 這樣也OK Enter 或者是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直接 點選定義名稱 也OK 兩個方法 哪個方法比較簡單 我發現 好像似乎按定義名稱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它會自動幫你抓到總發行股 你不用複製 也不用貼上 你直接按定義名稱 它就自己 帶過來 而且 還不需要避開 帽號 因為它帽號 自動會幫你 移掉 就是留下什麼 那個 總發行股數 所以按下這個定義名稱 有沒有 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總發行股數帶過來 而且還沒有貿號 意思跟貼到前面的一樣 如果你不會定義名稱 你貼到前面 Enter也可以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就是這個名稱 就對應到 這個位置 這個的話 一樣 分配盈餘 定義名稱 它叫分配盈餘 它對應到的就是 G1 這個儲存格 所以 總共 這個公司 它發行了 2500萬的 這個股數 然後 分配盈餘 分配 分配這麼多 它分配 一億兩千萬 的金額 OK 按確定 那接下來的話 它 我們要定義什麼 定義 A欄 到H欄 底下的資料 所以 如果你要 定義的話 當然如果 以前的做法 就是 選下面 比如說A4 Ctrl Shift向下 然後這個範圍呢 叫做 股東姓名 可是你如果一個 兩個三個 你要做八次 其實最快的方法就是 你不用這樣做 你是直接連名稱 因為名稱剛好在上面 範圍在下面的話 1 先選取 A3 Ctrl Shift向右 再向下 就是把這八個欄位全部選 那上面一定是名稱 下面就是它的範圍 OK 那 這邊有一個快速的功能叫 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 意思就是說呢 這邊總共有八個欄位 那我要同時建立八個名稱 它的名稱剛好就在頂端列 OK 不然的話你要做八次 那這個方法我覺得還蠻方便的 快速建立 八個欄位的名稱 OK 然後按確定就OK 這邊蠻重要的 這功能還蠻常用到的 按確定之後 那我們已經建立了 1 2 還有8 所以10個 名稱管理看一下 所以你會發現目前已經有10個名稱了 那包含什麼呢 總發行股數 這個 你可能要check一下是不是指到 C1 沒錯 那這個分配盈餘的話 是指到G1 那其他的話呢 像那個普通姓名 在這裡 他對應的就是下面這個範圍 OK 所以其實特別注意喔 選取包含那個欄位名稱 所以我剛剛是什麼 Ctrl Shift向右 點這裡 Ctrl Shift向右 向右選取 再向下 其實當然你想說 我平常習慣用那個 用滑鼠這樣點 就不可以 其實當然也可以 只是我不建議啦 因為這樣選很容易過頭 很容易 還要煞車一下 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常使用一次 一定要學會那個快速鍵 Ctrl Shift向右向下 這個是蠻必要的 這個跟Ctrl C Ctrl A用到的機率 好像 雖然沒有那麼多啦 可是我覺得這個是最基本的 Ctrl Shift向右向下選取 然後再定義 從選取範圍建立 頂端列就可以了 當然未來如果說你的欄位名稱在左邊 你就最左欄 不過因為它剛好在頂端 好 那再來還有什麼呢 這個要定義名稱 就是 不包含欄位名稱 的範圍 它叫 配股 數量表 所以呢你就選 A2到下面這個範圍 然後呢把這個名稱叫做配股數量表 所以我複製一下 把這上面的名稱 直接什麼方位名稱 就直接 把它 直接在這邊貼上就可以 貼上之後記得要按Enter 因為之前有東西貼了之後就離開了 然後名稱沒有Enter就不會輸入 配股數量表就有了 你可以在check一下 配股數量表範圍 剛好在這裡 那另外還有什麼呢 稅率表 點兩下 先把這個名稱複製 不包含欄文名稱的範圍 這個範圍 把它輸入一下 Enter 這樣的話呢 名稱管理員裡面 就會剛好會有12個名稱 那我們待會 有建立名稱之後 我們就用這12個名稱 來做後面類型 那特別注意這個概念 這跟資料庫還蠻接近 因為資料庫現在都叫 關聯式資料庫 Relation Database 那實際上關聯跟這個蠻像 它有點像 把你的那個對照關聯表 把它用 什麼我們定義好名稱 以後呢配合F3 就可以去存取到那個對照表 這個概念 我覺得有點像是直接拿Excel來當資料庫 OK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 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做的 12個 名稱 1是這邊 我用定義名稱 這兩個 這個是用 從選舉範圍建立 這兩個呢 是 直接在這邊 輸入Enter 就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試一下 也就是先開啟那個練習檔 然後把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如果本來已經有名稱 請你先把它刪除 再重新 定義 12個名稱 那這12個名稱 如果定義好之後 後面就變簡單了 為什麼 其實我發現 真的要定義名稱 很快就可以 把公式給帶過來 另外 你在 閱讀公式上面 也 比較容易理解 上面的話就是一個 你可以辨識的一個名稱 再來還有什麼優點 就是如果將來你把這個 定義名稱跟VBA串聯的話 你會發現 那個 VBA 突然就變簡單了 為什麼一直把公式貼上去 就可以執行 程式完全不需要修改 之前我們貼上去之後還要改 比如說改I對不對 那這邊完全不用改 一個字都不用改 太神奇了 太方便 所以如果以後如果你要寫那個 VBA的程式的話 你乾脆先定義好名稱 那 再去配合VBA 兩者搭配起來 那真的是 很好的搭配 OK 這部分的話提供各位參考 這方法是好方法 只是說你要善加用在工作上面